平阳侯闭了闭眼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谢皇上 皇上万岁万万岁 刘才女悄悄地出了宫 宫中报备她死了 从此这世间便没有了刘才女 死了 昨日平阳侯入宫了 谢太后脸色阴沉晦色 封锁谢才女在宫中的一切消息 切不可让她家人知道一惊半点 林公公一正 玄机答应 明白 见林公公要走 谢太后又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小林子 陪哀家去趟上书房 是 半个时辰后 有新消息传进了凤霞宫里 朱泽 谢才女被接去太后的慈宁宫了 安置在念祠堂 念祠堂 那不是太后寻常礼佛的地方吗 那个地方离慈宁宫的正殿有点距离 宁一针眸光闪了闪 秋月 把谢庆怡在宫中的情况 透一部分给她娘亲 秋月瞬间脸上发光 是 属下明白 这就去办 明天就是兄妹俩的生日了 秋月下去后 开始准备起来 宁一针不是个浪费的人 孩子的小生日 她也没有准备要大办 但是一家人吃个饭庆祝一下 这也是必须的 这一忙就忙到了傍晚 直到燕一天下学 王神 我是来给太子弟弟送生神礼物的 看到燕子豪这个小胖子 宁一针就忍不住想笑 这个小吃货 从来不会放弃一个蹭饭的机会 那你真是太破费了 燕子豪开心的应声 不破费不破费 我和太子弟弟是同创 他生辰 我送个礼物真是应该的 太子弟弟 这是我的礼物 也是我最喜欢玩的东西 请收下吧 手一伸 一个全新的金陀螺便在他的手里 金陀螺呀 分量可是不轻 拧一针还真是有些牙痛 这孩子为了吃上一顿饭还挺大方的嘛 我不要这个礼物 可是燕一天一脸的嫌弃 文言 燕子豪一脸的通红 他一脸无语状 太子弟弟 这个很好玩的 要是我玩腻了 还可以换东西吃的 可是燕一天很牛 外面的东西没有我家里的好吃 姜嬷嬷和秀玉姑姑做的东西 比谁做的都要好吃 我不需要买 把你的礼物收回去 你知道我要的礼物是什么 如果下一次考试你再考倒数的话 就不要再跟着我了 说到这个 燕子豪的小脸就垮了下来 他是个很聪明的小胖子 但是因为他实在是贪玩 所以他的成绩在贾班中一直都是垫顶